在英文乐曲里有首失恋歌曲是这么哼的 失去你就好像失去空气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吸入污浊的空气 恐怕比失去空气还要悲催 空气是人类赖以为生的最重要自然物质 不过却也因为人类本身的种种行为 导致全球空气污染指数植标 哮喘肺癌等疾病的病例和死亡人数节节攀升 德国威腾一家医疗保健产品研发商 近期就积极地研发一种气体吸入汽 善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就已经出现的病毒压力防护分子物质 保护人类的肺部 我们的社会是专业的专业 是小的脂肪保护物质 而是专业为保护不同的危险性 像热水 像砂糖 像酸 在自然物质 我们有专业发展了不同的产品 包括吸入的解释 可以防护人类的肺部 对于灵状和脂肪保护物质 这款简易携带 类似哮善喷雾吸入器的产品 不只能够避免肺部受污染伤害 也可以让现有的肺病患者控制病情 一物两用 医疗界普遍认为 目前市面上的药物 无法有效控制空气中有毒物质进入肺部 如今这种吸入器的出现 让医生有了得力助手 更令人期待的是 吸入器将以每月22美元 大约88令吉的价格出售 预计在几个月内 率先在德国和波兰等各大药行面试 接下来 接下来 感谢观看